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它是个经济合作的倡议 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相互尊重合作供应的基础上 本着商业和市场原则在推进 如果附带限制的条件 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如果是单方的受益的话 就不会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方签署合作的协议 美国表示支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表示愿意出资600亿美元 不管美方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做出这样的承诺 我想都是有利于帮助地区国家发展 是好事 中方表示欢迎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也有些议论在担忧美方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会不会口惠而实不至 我们希望这种担忧不会成为现实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想国际社会肯定会十分关心 也会高度关注美方 是否以及如何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